肖战带来的Gucci真爱一定如此 为了和王一博合作 杨子愿意放弃一直以来都想得到的东西 TODS为肖战定制鞋炫 Gucci四套超级礼服送至酒店任选 真爱无疑 如今的肖战虽然已经结束了米兰时装周的旅程 可却依旧没有回国 粉丝们依据前线战姐传来的报道 以及肖战自己旅行青蛙式的 时不时传回来的明信片来看 肖战已经到了西班牙 衣着肖战自己发布的照片来看 他真的逛了好多地方 在一众海外知名建筑的印衬下 肖战的九宫阁读读给了三张图片 给一些木制品鞋字印记 这就让大家摸不着头脑了 即使上面有着肖战的签名 一般人还真不懂那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这些木头实际上是木头鞋楦 代表的就是私人定制 与大家在鞋垫上买的河马鞋子不同 私人定制可以根据脚的形状 定制完全适合自己的鞋子 一般河马的鞋楦都是铁的 而肖战晒的鞋楦是木头模具 专属为他一人打造 这对于鞋起来说 已经是超级贵宾的待遇了 一般的私人鞋楦极其少有 太费时间了 木头鞋楦要根据定制的脚全方位打磨雕琢 反复侧两脚的各种数据 以及鞋子主人对鞋的要求 无疑是极其耗时间精力的 而TODS能够在短时间内 成型属于肖战的私人鞋楦 可见是由好几位手工匠人一起完成 亦是代表着往后TODS给到肖战的鞋子 将不仅仅是肖战的尺码 更是完全衣着肖战脚的数据的私人定制 TODS给到了肖战最顶级的待遇 而从鞋楦的孔洞来看 TODS应该已经给肖战定制鞋子了 同时 与肖战有着同等待遇的人 是戴安娜王妃 汤姆布鲁克 作为一同邀请肖战去往米兰时装周的品牌 肖战在TODS得到了 后续私人定制鞋楦的待遇 而Gooji自然是不黄多让 虽然目前大家不知道 Gooji后续对肖战有什么接待 可在Gooji大秀上肖战的橘色时装是不少人 眼中的两点 而在肖战L的拍摄花絮中 可以看到肖战展示展示 Gooji送到品牌方安排的最好酒店的其他时装 总共四套 且都是超级 饰品 鞋子 包包应有尽有 就这么明晃晃地搬到了肖战入住的酒店 也难怪会有其他眼红的人造谣肖战自费酒店 自费穿菜了 毕竟其他人可没有如此待遇啊 粉丝粉商肖战实在是太爽了 作为内娱顶流 他是人气TOP 市区随便上 被外疯狂报道 看秀待遇都是最好的 别人拼命想要外网官宣 对于肖战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高奢甚至卡点生日 别人造谣没有邀请函 品牌方立刻晒出来还放在封面 别人造谣酒店 就来个L采访 拍出来品牌把礼物都送到他的房间 让你知道他住的是最好的 造谣衣服 品牌方直接一个衣柜 都是超级衣服任他挑选 看秀结束了还要被留在意大利边工作边旅游 最让别人破防的是 这些都不是肖战晒出来的 而是品牌晒的 有时候当其他人得到比自己好的待遇时会嫉妒 但如何待遇差距太多 那连嫉妒的心都生不起来了 T.O.D.S.的私人定制邪选 Gooji的超级任选 他们都好爱肖战啊 为了和王一博合作 杨子愿意放弃一直以来都想得到的东西 有消息称 杨子正在尽一切可能与王一博合作 杨子和王一博都是目前Biz非常有名的两大流量之巅 拥有漂亮的外形 众多的粉丝认为 如果合作一部电影 这两个90后年轻明星肯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 最近 有消息说杨子正在想方设法和小弟们合作 据悉 为了在事业上帮助女儿 杨子的父亲花了不小的钱买了电影剧本 在这部影片中 杨子将担任女主角 王一博将受邀担任男主角 甚至 还有消息称王一博方面也同意了这次合作 此外 还有消息称 为了与王一博合作 杨子还接受了在电影中担任第二名 要知道 这是小花对小花小弟的一个不小的让步 因为自从因为香蜜如烟雾和鱿鱼顿蜜而崛起后 杨子一直想在受邀的电影项目中占据第一的位置 最近 她还是青簪行与吴亦凡 沈碎相泼 成一两场番位争夺战的女主角 在陈情令和肖战的崛起之后 王一博迅速登上了 KB's新一代流量的顶峰 虽然演技还是有争议的 但是凭借帅气的外形 这位美男的大量粉丝一直吸引着大批观众 正因为如此 杨子竟然要和王一博这么合作 这不难理解 然而 上述信息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 即便如此 不少网友认为 如果杨子和王一博合作 一定会取得非常显著的成绩